火箭队一八到一九赛季的征程即将开启,球队首场比赛将面对同赛区的骑虎队,而就在今天,火箭队主帅宣布一件重要决定,修成一优势远超勇士雷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火箭队主教练德·安东米表示新赛季,初期将会让詹姆斯·恩尼斯作为球队先发出场,再加上两大核心保罗和哈登,内线神兽卡佩拉,以及神兽球迷喜爱的PJ坦克,火箭队新赛季的首发阵容已就此确定。 作为惊吓火箭队的新人,恩尼斯被是韦特雷沃·埃里加的替代者,而如今他已将顶上先发小前锋的位置,生涯至基恩尼斯的三分命中率达到35.9%。 15-16赛季,他在未提湖出场的球场比赛中,场军可以贡献15.9分3.9篮板2.0助攻,随时恩尼斯进入先发阵容。 这也意味着火箭队将拥有全联盟最豪华的替补阵容和可怕的板凳深度,埃里克·戈登在16-17赛季当选联盟最佳第六人,在很多球队都有先发实力。 安东尼在本赛季之前从未当过替补,别忘了他曾是次入选全明星,12-13赛季还当选联盟得分王。 麦卡威和纳特,前者曾是最佳新秀奖项获得者,后者在太阳和雄鹿时期,都打出了准确明星表现。 杰拉德格里上三级下门后让人眼前一亮,有着极强的外线投射能力,甚至像内内,克里斯和哈尔腾施盖因,也能到大提升球队的内线深度,成为卡佩拉身后的可靠气,不。 而火箭的主要队手中,勇士队组成了豪华的五巨头阵容,但他们的板凳实力相对比较一般,毕竟伊哥达拉和利文斯顿,都到了生涯暮年,状态大幅潇滑,其他角色球员的实力相对比较一般。 雷霆队的先发阵容很有实力,但替补席上除了从老鹰转头而来的戴尼斯·史罗德,其他人上赛季无论在雷霆还是其他球队都贡献寥寥,湖人队的后场和封线深度不错,但内线实力就显得非常一般了。 火箭队已经拥有了两名可以竞争MVP奖下的球星,今下官吕曾也通过一系列运作补强了球队,下赛季球队需要他们做出更多贡献,到那个时候全民皆兵百花齐放的火箭队,也为我们带来惊喜。